接下来全球现场来看到 根据了华尔街日报报导 今天呢表示说 这个中国跟古巴已经达成了秘密的协议 将在距离美国佛州大约160公里的古巴岛上 设立一个电子窃听设施 不包括了美国白宫还有国防部 都已经公开的表示 华尔街日报的报导是不实的 除了美国国防部否认华尔街日报的报导 白宫国安会发言人科比先是表示无法置评 但后来也改口说 华尔街日报报导并不正确 而至于大陆驻美大使馆并未对此发表评论 古巴驻美大使馆则是批评华尔街日报的报导 纯属捏造没有事实的根据 而今年呢是美国国防部聘雇人员 史诺登爆料美国政府长期反恐名义 监听世界各国丑闻十周年 从十年前到现在 国际社会对于美国发出强烈的谴责 而大陆外交部发言人针对于媒体提问回应 抨击美国就是所谓的骇客帝国 中国网络安全机构和企业发布一系列报告 曝光了美长期对中国等国进行网络攻击 美方至今没有做出交代 反而忙着炮制各种虚假信息 以转移视线 光明终将战胜黑暗 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 看清黑客帝国的伪善面目 黑客帝国肆意横行的空间 只会越来越小 公平正义的阳光终将普照世界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访问沙烏地阿拉伯 跟沙国外交部长沸瑟共同召开的记者会 而美沙原本的关系就有一点紧张 最近的气氛似乎有一些和缓 我们就来听听布林肯他怎么说 波林肯在出席了对抗 ISIS恐怖组织的全球联盟会议之后 对于媒体表示 尽管中沙两国近期走得近 但美国不会要求沙国 或者是任何人 必须在美国和中国之间做选择 而其实在沙烏地跟伊朗断交7年之后 今年的3月 在中国大陆的斡旋之下 沙伊的恢复邦交 也显示着中国大陆在中东地区 日益增长的影响力 美国政治新闻报道网站在今天指出 美国国卿布林肯最快会在本周访问沙国之后 前往北京访问 而日本共同社记者在今天提问 中国大陆与美国对话的合作 所抱持的态度会是什么 好来看到大陆外交部发言人 对美国今天的喊话 我们已经多次表明过 中方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的 我们开对话沟通的大门始终是敞开的 问题的关键在于 不能为沟通而沟通 更不能够说一套做一套 美方应当停止干涉中国内政 停止损害中国利益 停止一边声称要建立护栏 一边破坏两国关系的政治基础 同中方相向而行 推动中美关系 重回健康稳定发展的正轨 中美中国家宏都拉斯 在三月底和台湾断交不久之后 转和中国大陆建交 而该国总统卡斯楚 在今天上午抵达了上海 预计接下来他的行程中 还会前往北京 而大陆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 不仅是推了发文 还表示欢迎之外 也特地到现场迎接卡斯楚 亲切的握手 我们就来看稍早现场的画面 中国目前是宏都拉斯的第二大交易伙伴 仅次于美国 根据大陆海关统计 2022年中红贸易额是15.89亿美元 而其中中方出口额是15.6亿美元 进口则是将近3000万美元 而这一趟的访问预计 大陆将替红国解决贫困等问题 助力该国改善基础建设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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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